明报报道 财政预算案提出将会在今年内 开展轻燃料电池双层巴士 和重型车辆的试验 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说 年内开展的重型车辆试验 将会包括垃圾车和货柜车 同时会增设加轻站 以测试加轻技术的操作和安全性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轻能是未来新发展方向支持方案 并说内地已有重型运输使用轻能 认为试验有助内地和本港两地接合 大公报报道 新冠疫苗接种为本港社会服装殿下基础 在接种计划两周年之际 公务员事务局长杨河培恩说 计划至今为691万个市民 接种超过2000万剂新冠疫苗 但从未接种疫苗的80岁或以上长者 和3岁以下的幼童接种率仍偏低 呼吁大家劝说身边的长者和家长 扩大一老一幼的保护网 明珍账